大家好 這兩天呢 我集中的去上了TOWER的訓練 現在覺得肩膀好痠喔 不過呢 今天要先為各位示範的是核心的穩定 那我們今天要利用的是ROLLER 如果你在家也沒有Roller的話 你也可以躺在地上做 那可是如果你想要給自己多一點挑戰的話 你可以去買一個這個Full Roller 應該一般的賣場都有 那不一定要買這種Star的 就買一般的就好了 然後選擇你喜歡的印度 然後呢 如果你有Roller呢 你就把它放在墊子的中央 用這個Roller呢 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檢查自己的核心穩定度 然後呢 你有了這個Roller以後 慢慢的坐在Roller的尾端 身體慢慢的躺下來 OK 確定你的頭 有躺在Roller的另外一端 好 手呢 手掌向下 慢慢的 輕輕的浮在地板上 好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很簡單的 先做骨盤的移動 我們之前有講過 骨盤你可以有尾椎捲起的動作 還有相反的你的肚子這邊 往前凸的動作 所以我們說尾椎捲起 像時鐘 假設這是一個時鐘 尾椎在這裡 你的肚子 你的骨盆腔上面在這裡 OK 然後呢 如果你尾椎捲起它就是6點鐘 然後如果你的 相反的就是12點鐘 那你可以先學一下 我們做一下6點鐘 尾椎捲起的動作 吐氣捲 吸氣回到中央 吐氣再捲 往前 就是肚子前面這邊 往前凸 尾椎往下 好 吸氣回到中央 再吐氣 尾椎往前捲 做6點鐘 好 吸氣回到中間 吐氣 肚子往前凸 吸氣 好 那做完這個動作以後呢 我們先讓骨盆動一下 我要你骨盆不動 你手可以放在你的骨盆的兩側 或者是你扶著 初學者最好是扶著 然後呢 一腳 一腳起來 要Table Top 吸氣到Table Top 吐氣的時候 輕輕的用腳尖點一下地板 然後馬上回到Table Top 這個動作看起來很簡單 但其實並不簡單 為什麼呢 喔 歡迎腳讓各位看好比較清楚 你吸氣的時候到Table Top 吐氣的時候 輕輕的點一下 你看我從頭到尾整個動作 我的骨盆 我的身體 都是穩定的 我只有腳在動 如果你的身體不平衡的話 這個動作其實很難做 你看我做好像很輕鬆 如果你動作不平衡的話 你一上下去就點下來了 所以呢 你上Roller 你可以先 試著感覺看看 在上面手放掉 你的身體能不能平衡 找到那個平衡點以後 你才開始做 如果你現在 你覺得自己平衡感已經很好了 你可以試著 把手 離開地面到屁股高度 好 Table Top 點一下 維持你身體平衡 不要晃 這個動作有助於訓練我們的核心 還有我們這個四頭肌 好一邊做四下以後再換另外一邊 你看我這邊就比較不穩 你看我這邊就比較不穩 如果你不穩的時候 你可以在上面停久一點 等到你覺得你穩穩以後 腳才開始往下 好 千萬我最不想要看到就是你身體一直晃晃去 然後但你做很快 這個是沒有用的 OK 如果你可以的話 兩腳一起抬上來 到Table Top 然後這時候你肚子要很憂 你身體才可以留在你的那個Roller上面 好 我們做交換 手指是輕輕的扶著 好 吸氣 預備 吐氣 右腳 回來 吐氣 左腳 吸氣 預備 吐氣 右腳 好你回來的時候記得 你的膝蓋 回來到你的髖關節的上方 不要超過你的髖關節 然後你的腳是平行的 好 好 做完以後一腳一腳的下 你還可以做 因為這個我們剛剛是訓練的核心 你可以做一下伸展 好 你可以在這上面做我們之前講的Roll up 在上面做Roll up要怎麼做呢 一樣 首先相對在你的胸前指尖往天花板的方向指 好 吸氣 預備 收下巴 吐氣的時候 把下巴往你胸前方向收 你前面的肋骨 往你的肋 腳跟的方向再慢慢的 起來 好 用這個做呢 就很好檢查自己 因為你吸氣 預備 吐氣 挖空你的肚子 你的尾椎 往下 往上卷 像蝦子一樣 捲起來 然後肚子好像有一個冰淇灑牙 挖空的時候呢 記得肩膀往下圓 你的耳朵 挖空的時候呢 慢慢往下 你可以 感覺到你的脊椎 一節一節的回到Roller上面 OK 好 再來 吸氣預備 下巴收 吐氣 胸前往腳跟的方向帶 肋骨 肚子挖空 一節一節的往上 好 吸氣預備 吐氣 尾椎 往前卷 肚子挖空 脊椎 一節一節的往下打 好 你在往上往下的時候 你試著感覺 你的腳 兩邊的重量平衡的怎麼樣 就像我之前常常提醒大家的 它應該是在中間的 好 所以這個Roller 是一個幫助我們檢查自己 很好的方法 同時它也可以幫助我們按摩 怎麼按摩呢 我們剛剛做了直 脊椎的 直的 身體背平行 好 從你這個下面肋骨的地方 你這樣躺著 然後屁股著地 腳跟也著地 然後腳是平行的 手呢 交叉 大拇指往下放在你後面 我們之前介紹過的整肌的地方 肩膀往下 好 這裡 在這裡 吸氣 預備 吐氣呢 把屁股稍微抬起來 然後身體往下滑 Roller就可以幫你按你的背 就很舒服的這樣自然呼吸 OK 然後按到你的肩 肩甲骨的 比較酸的地方 你可以停一下 停一下 然後左右晃一晃 然後再把身體往下滑 讓Roller往上 然後再左右晃晃 好 到最後呢 可以拿Roller當枕頭 在這邊呢 你身體是整個在電子上的 然後你Roller就剛好在你後面 我們之前介紹這個枕肌的地方 你可以這樣子左右先晃一晃 應該會很舒服 好 換一換以後呢 你開始 從左邊的整肌 把濕壓點移到左邊整肌 頭往左邊卡 然後你開始在壓在這整肌的時候 用鼻子畫一個小圈頭 好像用鼻子畫小圈頭 這樣微微的動 好 先用逆時鐘轉 小小的圈就好 不要太大圈 好 轉了幾圈以後再順時鐘轉 你會感覺到你的整肌被按摩到 好 再回來 往中間方向 視力點往中間方向稍微一點一樣 逆時鐘轉 然後再回來順時鐘方向轉 好 再回來 中間 躺在中間的時候一樣 逆時鐘方向轉 然後順時鐘方向轉 好 這樣子的方法就可以按摩到自己的頭顱 也好 很舒服 好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